那居住正義最重要的幾樣事情 第一個是要蓋足夠的社會住宅 第二件事情是要給弱勢租金補貼 第三件事情是要做稅值改革 但是在興建社會住宅的過程中 我們發現從興建到現在 政府花了很多的大病 但是資金跟相關的土地釋出都是困難的 今年要完成12萬戶的目標是嗎 12萬戶直接興建 至少要做到決標完成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到今天2月是達到9.65萬戶 2月底是9.65 所以你在一年之內要完成 再發包出去2.3萬戶 是中央加地方 基本上是朝這個方向在努力 所以做得到嗎 應該做得到 我現在擔心的是 國內現在營造業包括各個公共建設 以及很多的大廠都在興建 我擔心的是你標得出去 也做得出來 其實過去這兩年大概每年都在成長 像去年中央加地方大概決標了2萬4千戶左右 我希望不要因為趕建而喪失了品質 也不應該造成公共建設的互相排擠 是我們都有標準的SOP 和設宅的興建非常的重要 是 謝謝委員 第二個部分 我看到的是未來8年我們還要再蓋13萬戶 這13萬戶裡面直接興建的設載要達到25萬戶 所以目前為止中央到現在 你說要在新區開發的部分 包括區段徵收跟市地重劃要留5% 我想問一下次長 你現在預計這樣子的數量會有多少 在你的未來13萬戶裡面占多少比例 目前在陸續盤點正在推動中的區域重劃跟區段徵收 大概有多少數量 我現在還必須跟地方政府詳談 因為實質上有一些 所以你的13萬戶不包括這個 包括 但是你還不知道有多少 就先畫了一個13萬戶又來 這個盤點還沒有到很精準 所以我不方便直接講有多少 次長 我們是限定了13萬戶再決定興區開發 不是不是 不是這樣吧 不是不是 所以你的數量請你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你的13萬戶怎麼來 在什麼樣的土地上面有這麼多的數量可以興建 土地是當然有 當然這背後還是搭配政府的量能 我希望它不是一個大餅 這看起來就是你應該知道有土地 你也知道有興趣開發 那每一個數量的估算應該都已經有計劃 才會出來13萬戶 人力土地資金其實都是有 都不是問題 工程進入也不是問題 所以你13萬戶一定做得到 我想這是一個很莊嚴的承諾 當然是 我們從來都不隨便說這些事情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財務的部分 目前看到的是住宿中心預計要估 帶了4000億 那現在我看到的數字大概是 實際動用的是40億 那是連帶案 那是連帶案 實際上社宅動用的資金是大概280億 280億 所以連帶案是預計受信額都是4000億 是 接下來看到你的計劃非常的偉大 所以我們將來會將近有一兆的融資的需求 那就是如果連這13萬戶 後來8年13萬戶包進來差不多就是要找一兆 我想問一下 現在剛剛講的除了這13萬戶 目前為止這些相關你要去融資的債 是不是我們國家的國債 不是 是這個行政法人自己去舉這個債 來我請教財政部長 這些債 政府 我們自己的債 我們自己中央政府發行中央公債的利率是多少 這個利率部分我想這個是不是詳細的部分 目前為止大概是1.1多 對吧 對 因為要分年期 長年期跟短年期是不同的 那 花市長 你們的債 公債的利率會是多少 我們現在有兩種融資管道 一種是融資平台 大概是在0.8到2之間 0.8到2之間 所以差異比中央政府的公債要高還是多 比較早的當然比現在的公債便宜 最近這一兩年就比現在公債便宜 所以你會舉借的比中央政府公債高嗎 利率 現在如果再借的話會 會 因為升息了嘛 好 所以現在問題是在於 我們這一兆的錢要從哪裡來嗎 全部都是融資嗎 還是你今天說要發行所謂的永續發展債券 其實當然我們也在跟 因為你行政院你們各不會再討論 因為諸多中心本身 不是還不知道啦 一億哪裡來 不知道 好 接下來是我不管哪一照 今天的主題是 我們怎麼樣讓金融機構 能夠參與社會住宅的開發 對吧 所以怎麼樣讓這些機構有機會參與 社會住宅的興建 來 金管會黃主委 我們現在我看到你的報告裡面有非常多 開放了銀行 開放了保險 我想問一下 我們這個規範是說保險業可以專案運用 然後也鼓勵他 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保險業投入社會住宅的興建投資有多少 沒有特別明確 大概是公共建設 有沒有 目前沒有 對 好 那另外就是不動產裡面有關地上權的投資興建 你這邊講兩千七百億 有沒有社會住宅 也沒有 這邊應該也沒有 包括社會住宅 好 包括銀行當然有連帶 所以保險業的部分 雖然我們的法規已經放寬了 但是沒有保險業投入的原因是什麼 是 因為他放寬的範圍不是只有限社會住宅 是 包括都根為老 但是他沒有投入社會住宅是事實 也就是說剛剛講的 假如我們國家的政策是朝向社會住宅 假如我們的法令限制也把社會住宅排除在保險業投資不動產之外 我們希望有另外一個叫做誘因讓他能夠投入這個市場 主委同意嗎 我同意 但是前提必須要符合保險資金預約的限制 當然 當然 而且所以已經相關保險法已經修正了 已經修正不受到相關的限制了 當然是符合規定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政府有一套很完整的計畫在蓋新建社會住宅 保險業也放寬了 但是沒有半個人投入進去 我們今天的問題就是希望 怎麼樣讓這些資金有條件的能夠投入社會住宅的興建 這也是將來社會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分不是嗎 呃 是的 好 所以 華市長 你要不要協助一下 讓我們的相關的資金 你這一兆的資金有很多人可以投資的 當然資金管道多元 我們當然也希望用越便宜的資金來取得 這樣整個社材的成本 我想這個財政紀律是我們在社材興建裡面 沒錯 所以今天我們要問的問題就是 接下來這一兆你要發債 行政法人發債你的利率 我建議不要比公共債務高 我們一般中央政府的公債高 否則你用政府借錢還比較划算 第二個部分就是有這麼多的 閒置資金或者是可投資的對象 去怎麼樣讓他誘因 現在我們鼓勵社會住宅 住宅法也已經修訂了 我們也鼓勵民間自己興建 對吧 其實有獎勵民間興辦社會住宅法的 有沒有人來興辦 現在其實我們大概只有旅館轉社宅 那個部分有一些民間 有 還是沒有 如果用住宅法的部分還沒有 原因是什麼 就是還不夠有夠的誘因嘛 其實這就是有趣的話題啦 因為誘因夠的話沒有代表他的投報力要到嘛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來幫忙想辦法 財政部 我們有很多公有土地 剛剛次長已經說了 土地都在 要鼓勵民間 我們的民間知不知道 你有多少土地要釋出來做設宅 你有任何平台讓民間來做調查 或者是來申請查詢 或者是來申辦所謂的民間的社會住宅嗎 財政部這邊有國有財產署 國有財產署對國有非公有土地提供興建設宅 是一直是都非常的積極 總共有82.8 我只是說 我們有一個平台讓他查到 剛剛花次長說的 我們的地不是問題 我們也鼓勵民間興建 也讓保險業來投資 但是沒有一個平台讓他找到說 他可以找到地 第二個沒有誘因讓他進來 那他就不會來興建啦 國有土地在興建設宅的部分 有一個非常的 其實這是可以規劃設計的 我們正在規劃 所謂有償的PPP 各位可以朝這個方向去規劃嗎 有關有償的PPP這個部分 我們要不要納入社會住宅 其實我們有一個政策評估 這個部分是財政部正在進行當中 社會住宅長照 都會是將來政府要做 但是又可以節省自我成本的一個方法